大家好 又來到《投資非常到》 今天有些時間調動 原本是星期五 是星期三 Ivan 李星陽 繼續在台灣 不知道是不是暴彈 Anyway 沒關係 今天的題目就是 《聖誕中買什麼東東》 為什麼會有一個題目呢? 以前小時候 聽說聖誕中就買回豐 現在沒有人提 買回豐 說聖誕中買什麼東東 我們先看圖片 原來美股有一個統計的 就1950至去年 因為12月下半月 就要聽到聖誕中 美國標普指數都是升的多 升幅是不錯的 聖誕中是買美股 或者股市都可以買一下 似乎就買美股的 港股看到就好像沒有什麼特別明顯的現象 美股就挺明顯的 而且我之前也看過圖片 如果你只看大選年就更加明顯的 每次都是9月10月之前 大家害怕了 選完之後就禮勝了 看到今年也不例外 9月10月就差了 都選完出來11月就升了 12月暫時都OK 挺好的 這個似乎都有一個原因在 簡單來說 我似乎今個月的美股都應該可以向好的 見到近來都是在炒那個 除了經濟復甦之外 就是股據那個刺激方案 現在傾落傾落又好像有點眉目 大家可以再等下 除了買美股 一個很普通的概念 我們會問一下 買什麼板塊或者什麼類型的股票 我們看看這幅圖 似乎近年 三色上面那條線 代表高息的股票 藍色線是一般的美股標普指數 高息股要跑贏 那是不是因為低息環境 或者我們這個時候 都要繼續買高息股 還有有什麼高息股可以留意一下 其實很明顯是看到 是的 我們都可以 這個都澄清一下 你看到其實這幅圖 說過所謂的dividend aristocrat 我們先看這幅圖 貴族 那是什麼呢 我們經常都會說 香港有些高息股是假的 股價跌了七成 那當然是高息 反正這個高息 就是要連續20還是25年 是沒有減過派息的 那些真的叫做 傾得起考驗的企業 我插一下嘴 我去年研究了一隻股票 叫做American Water 好像叫做 就是偽供水股來的 它竟然是連續60多年 都是增加派息的 真的很誇張 這類的就是進入了這個名單 你看到其實之前 就是再早年間 都不是跑贏很多的 近10年8年 這些收息股就跑贏了 那很明顯是因為低息環境 那美股現在的高息股 其實就不是很多 因為都炒得很貴的 那你可能勉強看一些 像石油股那些 例如這個 ExxonMobile那些 香港其實都可以 例如領展那些 我也覺得現在 四里一 剛才看過 四里一 是的 是的 領展都是上市到現在 沒有減過派息的 煤氣也都是 所以這些都可以看一下 但是都是強調大家的理想 不要只是看 按個股票機 看到10來Z買進去 那就不行的 反過來看行業和往績 領展、煤氣 這些基本上的息就派得到的 那你派不到的 今年派10年 給你下年減掉 那就沒意思的 那派息股 最好是財機兼收 但是派息股 就算怎樣爆升 都很難同近年的科網股 我看科網股的統計 另一幅圖 左邊來說 就好像一些科網巨頭 近期有些收額 而比較長期一點 一些 Dotcom 股 這兩年就升到巴巴聲 那你說這兩幅圖 合起來有什麼啟示給我們 其實兩個圖 甚至乎是同一樣東西 沒有什麼矛盾 我自己也看 2012其中一個大主題 都是這樣的 你那些龍頭 就沒有什麼運行 這個圖我們見到是中資那些 但是你看美股那些都是 Facebook Google Amazon 近來都很少人看 沒有人看 不過就不是他炒 我早幾星期就說Facebook 說要他分拆那個WhatsApp YouTube 拆出來 就是這件事 因為幾間都是被人不停地搞 其實跟之前十年的銀行差不多 你的行業去到金箱一大 反弄如何 影響力太大 中國是這樣整治 美國其實都一樣的 那電話一轉頭那些人就害怕了 你說那些公司會不會死 那就不會搞死他 但是就是會 有一段時間煩 那大家電話上 投資者有些 譬如都賺了很多 那你一定是看那些 二三線那些科技股 例如剛剛上市的那些也是 那見到我們那個圖 其實看到現在拿的那些估值 已經是近N年 十幾二十年的新高 那我們的圖其實 直頭還是這個 Price to Sell 直頭是市銷率來的 因為現在基本上市 譬如我們講Dordash Airbnb那些全部都虧錢 那其實就已經有些洞味了 我覺得這陣子的IPO 都挺瘋的 當然泡沫這些東西 很多時候都是時候才知道的 你說炒 什麼時候都可以炒下去 但是大家做好那個 叫什麼風險管理 就不要借錢 睡身家買下去 不知道去到哪個位 爆了就自己小心了 那說到這個估值問題 就是早前看圈文章 還有一個比喻 說有些派息去到0.5% 如果真的靠派息去回本 就等於耶穌出生了 二千多年 到今天才能回到本 是的 但是現在那些人 你看科技股 都不是看派息 但是你看一些 譬如再早前上的 Slow Flake 那些估值都是很誇張 就是說只是說Sales 只是說營業額都在說 百幾兩百倍 都不要說賺錢 似乎就有些 很肯定有些泡沫的味道 當然我們也有一句老話都說 那些煙花爆到最後最燦爛的 你沒有問題的 你永遠就是 大家鬥傻地拿著一桶錢都沒有問題 但是都是那句 譬如有些人之前未入市的那些 你不要幾千萬 現在高位都躺下去 那就危險了 是 是 是 見到Slow Flake 但是股神都說好東西 早前 是的 他又被他博中 所以你不能這個不佩服他 就是有些人又抽他 又或者股神又說不抽新股 又說不買科技股 但是 投資的東西就不是自己辯論比賽 就是你死牛一邊的意思 那你就笑 最重要是賺錢 賺到錢就可以了 是 除了一些軟件 我們經常都用手機 聖誕可能都買過手機送給人 或者自用 蘋果 昨天就好像出一單消息 預測 明年出貨量可能升三成 股價 好像昨晚升了五個幾% 是的 那蘋果還有沒有可以考慮一考慮 似乎就OK的 幾隻巨頭之中 就是我們說Fan 這個五隻巨頭之中 似乎蘋果的短期 我覺得會比較看好一些 其實都有被監管當局搞的 因為他那個app store 都這個叫什麼 食水太深了 那是一樣東西 但是始終他最主要的盈利 都是來自賣硬件 股價也偶了很久 但是這陣子就有點喜悉 看到他預測的銷售非常樂觀 股價升了上來 還有我還想說 他的產業鏈其實也挺長的 今天也帶脅香港的手機設備股 信羽、瑞昇那些又升了 當然了 他說明年多賣三成 信羽、瑞昇隨時訂單又多三成 是的 但是他裡面呢 你看我們的報導 即是季報的報導 都有說 其實說那些零件的產能跟不上 那反過來 這個會對中國是好事來的 就是反過來 你看到的確有些部分的廠商 蘋果自己都有 有些說分散了去其他地方去做 但是你的確看到是一些產能 是不是很跟得上的 加上一些有各式各樣的其他問題 就是早前 早兩天這個印度有間廠 被人這個不知道 訂石還是燒還是什麼 那些 相對地你看到 在中國設廠 始終是有它的好處在這裏 這個其實你會看到 外商政治的東西 就是一回事 但是拜登上場了 我想你會看到一些外資 你說就是把廠商搬走之前 又會再想一下 你去別處 是不是做到那麼多產能 便宜都沒有用 是的 那你可能便宜一點點 但是你可能要停工 就是印度這個故事 很值得大家去看的 就是勞工是比較難搞些 還有就是中國始終那個 就是太多勞力了 始終十幾億人 始終你要 譬如很簡單 現在蘋果忽然間說 需求大升 我記得以前他們 需求大升 譬如你看富士康那些 即時就可以叫工人 24小時運作 但是其他地方那些 未必會理會 所以就不太好 有一個優勢在這裏 這股金額 我們看到的 是的 就是拜登當選之後 那個金額回升 就是外資來講 看好中國 是不是覺得拜登 拜登 拜登星期一 就已經選舉人票 都確立了他的地位 那會不會真是 對中資股的利好作用 會有些資金 流下去 沒有那麼針對中國 好似侵犯那樣 似乎就會是的 我們今年見到 美股表現很好 尤其是科技股 港股就不一般 但是你的A股表現 其實都不錯 見到我們 其實見到外資近一兩年 都是不停在這裏買的 你見到A股去年表現都很好 今年都OK 外資一直在這裏買 直到特朗普開始比較強硬 大家有點害怕 走回一點 然後剛才那個圖 非常之靚 那個位置 你看到拜登一搞定之後 大家又覺得OK 又買回來了 那見到 這個圖其實就是那個 胡股東 心股東的淨買進來 也都見到 香港作為一個渠道 李小佳又就走了 他都覺得香港作為一個 引這個資金進去的渠道 其實都還是非常之有個作用在這裏 那見到外資不停地在這裏買 見到幾明顯都是會看好 好個市場 如果不是大家都買來 做什麼呢 那似乎外資都OK看好的 不是好像外面大家看得那麼淡 例如香港的新聞 可能覺得好像很不行 其實就 似乎人家的錢就告訴你 聽到好像又不是那麼差 OK 近期一個熱門的東西 當然是IPO 我們看看吧 早前京東健康一上 就爆升一倍以上 那個掛牌的時候 南月亮一開就升了一成幾 但好像高開低收 會不會IPO熱潮來講 都有可能會消退的跡象 這個問題其實跟美股見到的都差不多了 新股的股值越拿越盡 當然一件事就是接火棒 或者貴者就可以更貴 這樣就對了 但總要去到某個位置 你會發現音樂會停下來 南月亮這隻之前都覺得有些保留 有些危險 故事就很漂亮了 不用說了 這個大家都知道 好像講到內地的P&G 但是OK 你看那些股值 整百倍市盈率 今年的盈利還要倒退 加上你又不是真的科技股 譬如那時候螞蟻上 後來上不醒 但是螞蟻上真的幾貴都不買 因為故事太動聽 南月亮主要都是洗衣粉 那些東西 又不是科技股 大家有些戒心 拿到這麼貴的股值 就有些保留 看到今天的走勢很差 那些市場都OK的 但是它是由頭的 高位一路跌下去 我暫時還沒計算 但照理譬如你 孖展投除非那些 應該都會蝕錢的 所以大家抽些新股 那時候就小心一點 我其實本身就不是很建議 別人經常用孖展抽 但有一個矛盾 就是你不孖展抽 又不會抽得多 一手 那一手那些又沒有意思 永遠有一個矛盾在這裏 看看有沒有什麼 剛才講過正贊 中日買什麼東東 下個禮拜聖誕節 我們看看下個禮拜 有什麼新的進展 Ivan 下個禮拜 我想最主要都是看回 其實就是放假之前都是禮探 但是美國那邊 我覺得都還會旺一些 兩件事 第一件事我們這個禮拜都說定 這個其實這個 這個禮拜五晚就標號指數執位 Tesla就進去 史上最大的一個換馬 應該都幾波動的 那個市況 接下來去到下個禮拜聖誕之前 其實就看過 美國的刺激方的有沒有機會過得到 我覺得暫時還是有些機會 而你見過市都還不是說完全反映這些事情 所以我想美股可能還有一陣酒 給大家有個聖誕禮物在這裏 好了 那我們下個禮拜看看聖誕禮物有幾封口 好 今次我們先拜拜 拜拜 先啦 拜拜 拜拜